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虽然女人都很矜持 但她也不想措施缘分 当你符合她的期待时 她一定会暗示你来追求她 女人在感情里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 这需要男人主动追求和表白 才能快速产生感情 因此男人一定要用心和女人相处 要学会读懂她的暗示 掌握她的心思 这样才能顺利达登她的芳心 如果你总是很木讷 什么行动都没有 面对女人的暗示无动于衷 她肯定会很失望 甚至觉得和你没有什么交集 最终放弃你了 其实女人的暗示很容易识别 只要你细心一点 就能看出她是不是喜欢你 一般来说 想和你发展亲密关系的女人 会给你三个暗示 别错过 一 有意和你越界 对你特别温柔 女人真心喜欢你 想跟你发展亲密的关系 她对你的态度会特别温柔 表现得十分友好 在你面前 她什么都会默许你 给你最大的特权 让你有机会靠近她 比如你想跟她聊天 她不会拒绝 而是满怀兴奋地和你聊各种话题 你不说再见 她就会一直聊下去 再比如你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她总是给你机会 有意地让你占便宜 你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 她不会生气 哪怕你跟她有肢体上的接触 她也没有介意 说到底 一个女人有意和你越界 无非就是认定了你 渴望和你尽快发展亲密关系 她不介意和你亲近 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只要和你在一起 心里就特别开心 这就是喜欢你的暗示 男人一旦发现女人给你越界的特权 就要把握机会 大胆追求她 这样的女人早就做好跟你恋爱的准备了 只要你主动出击 她就会欣然接受你 女人的温柔不是随便给别人的 只有真正喜欢你 她才会对你温柔和体贴 渴望成为你怀里的小女人和你共赴爱情 二 愿意和你约会 接受你的礼物 女人喜欢你最明显的暗示 就是愿意和你约会并且接受你的礼物 任何一段感情里 约会才是两个人关系亲密的开始 也是浪漫爱情的开端 因此 当女人不拒绝和你出去约会时 说明她心里在乎你 期待和你进一步发展 这时你提出约她 她会很开心 而且你约会时送给她礼物 她也会欣然收下 女人心里认可你了 觉得你是她理想中的对象 就会给你很多机会让你接近她 以便与双方的关系迅速往前发展 只要你真心爱她 能够为她承担起未来的责任 她就会心甘情愿地和你在一起 赵小姐是个漂亮的女孩子 身边有不少男同事想追她 但都被她拒绝了 原因在于赵小姐觉得 这些男人不是理想中的对象 她没办法将就 更不想随便开始一段感情 只要有男同事约她 基本上都会被她冷漠地拒绝 她表示 对于不喜欢的男人 宁可单身也不将就 不过后来她遇到了男朋友 很快就改变了态度 特别希望男朋友能约她出去 为此她经常给男朋友发消息 有意透露自己很无聊 希望男朋友能过来找她 交往三个月以后 男朋友也明白了她的心思 大胆约她 赵小姐当场就同意了 两个人顺利地走入了爱情 所以 一个女人若是不拒绝跟你约会 其实就是暗示想跟你发展亲密关系 男人遇到了 千万别错过 三 允许你参与她的生活 进入她的朋友圈子 女人真心喜欢你 她还有一个暗示 就是允许你参与她的生活 进入她的朋友圈子 让你顺利成为她最亲近的人 男人要明白 女人不会随便让异性走进她的生活 如果对你不信任或者没有好感 她不可能给你这种机会 只有女人真正喜欢你 想跟你进一步发展 她才会给你机会来照顾她 并且让你熟悉她的朋友 比如她渴望和你在一起 就会主动带你见她的闺蜜和朋友 以便于她们早点认识你 为你们以后的恋爱打下基础 这样的女人其实就是等你来表白 她什么都准备好了 只要你一句话 她就会投入你的怀抱之中 再比如 女人真心想跟你发展关系 她会主动让你进入她的生活 让你熟悉她的日常起居 当她有所需要时 你过来帮助她 她不仅不会拒绝 反而特别开心 对你更加青睐 在交往时 你给她带零食 或者亲自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她也会接受你 以便于拉近彼此的距离 尤其是当她生病时 会让你过来陪她 希望在你的精心照料下 能够早点好起来 说到底 女人完全让你进入她的生活 无非就是把你当成最亲密的人了 只要你用心疼爱她 相信她会坚定地和你确定关系 只要你不辜负她的一片深情 她就会心甘情愿地陪你走下去 从爱情到婚姻与你携手未来 情感寄予 想和你发展亲密关系的女人 一般会给你这三个暗示 有意和你越界 对你特别温柔 愿意和你约会 接受你的礼物 允许你参与她的生活 进入她的朋友圈子 男人一定要读懂女人的暗示 遇到了美好的缘分 千万别错过了 以免将来后悔莫及 振兴喜欢你的女人 会不断地向你释放爱的暗示 只要你及时把握机会追求 就能顺利靠近她 快速确定关系 在追求女人的时候 男人不要太木讷 也不要迟疑 一旦察觉到女人喜欢你 就要主动追求和表白 否则女人都向你主动示好了 按时你来追求 你却迟迟没有行动 她肯定不会一直等下去 很可能会放弃 所以遇到真爱 男人不妨勇敢一点 大胆行动 相信早晚跟她有亲密的关系 宝德美人归了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您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